台灣 美麗之島 我們的家園 東部是浩瀚無影的太平洋 西部則是變幻莫測的台灣海峽 孕育多元的海岸環境 漁業資源豐富 生物多樣性高 然而 我們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 如今 卻接連發出了警訊 你的漁法的問題 你要管制劃分區域的時候 今天大家能共同單一的漁法的時候 對於漁業漁種的保護會比較好一點 我今天用一隻釣的時候 然後你釣幾條魚 我記得我用網子去網的時候 那就不是幾條魚能解決 而是一窩蜂的通通拉走 那大家有樣學樣的時候 大家當然是網子越來越大 你對於漁業如何能保育 當然就是直接把它全面滅種了 那彰化的離岸風墊 現在目前開發的面積 其實比整個彰化 縣的陸地面積 大概1.2倍以上 未來預計風機 可能達到上千架的風機 所以是數量非常驚人 那這個彰化的外海 就是又是一個南北 拔海豚必經的一個支路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漁業的場所 也是拔海豚要吃食物的地方 那同時這邊 又是後鳥遷徙的必經支路 當然目前很可惜 沒有相關的海洋的保育措施 更積極的去進行這個海洋保護 所以有關離岸風墊的違法 或是其他綠能的開發 可能都會衝擊這個海洋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進行 海洋生態保育的各項工作 台灣在發展再生能源的同時 我們也強烈呼籲政府單位 應該要建立專責的法律 來保障台灣的生態 能夠讓再生能源發展的同時 兼顧到海洋生態的平衡 我們長期關注海洋廢棄物的議題 然後不斷的帶領民眾到海灘上面去淨灘 那我們有發現說 近年來越來越多民眾 願意來一起來響應淨灘活動 所以海灘上面垃圾的確有越來越少 可是海底下的狀況它並沒有好轉 因為海底下的 你很難直接下到海裡面去清除這些海洋廢棄物 所以海底下的狀況呢 不論是海洋廢棄物 或者珊瑚白化的狀況 它都是越來越嚴重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在台灣 有一個以海洋為主的法規 是可以被規範出來的 未來我們在推動海洋保育的時候 是會更加有力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環境事物本來就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以海洋來說 從潮汐、水體到營養鹽的循環 甚至浮游生物以及魚類 其實所有的事物跟所有的生物 它們本來就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不只是金豚 那其實對我來說 更希望有一個法規能夠完善跟好好的來保育 我們周圍的這片海洋 台灣的周圍都是海洋 而我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 其實我們的經濟跟生活 都與這座海洋息息相關 當我們在發展的同時 其實很大的程度 就在破壞海洋的生態 那我們需要一個完善的法規 來去做保育、做保護 那才能夠讓好的環境繼續保存下去 再怎麼艱難的這個裡面 都困難的這些現實環境呢 無論如何 我們環保團體在打造的是 50年後 100年後 500年後的未來 你可以笑我傻 你可以笑我吃 你可以笑我不務實際 如果人生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生命沒有這樣的內涵 什麼都不用說 我們呼籲政府應該要儘速 立法海洋保育法 海域管理法以及海洋發展產業條例 以便於我們推動海洋保育的進程 以及成效 讓我們的海洋可以更永續的發展 成為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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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